四月將在屏東舉辦的全中運 是否會延期呢 教育部表示 明天將會說明 入口擺上吉祥物 運動場地也完工 舉辦一百零九年全中運 屏東縣政府一切準備就緒 但不少運動場館 就位在居住人口密集的屏東市區 地方居民開始擔心 賽事將不利防疫 全中運預計有一萬六千多名 來自全國各地的選手和教練 居民將擔憂反應給縣府 縣長潘萌安在二十三號的防疫會議 已經正式向中央 建請全中運延期 就一部在防疫會議裡初步回應 全中運的賽事成績 攸關學生升學的項目 希望採閉門賽的方式 不讓一般民眾進入 繼續辦理 無關成績的則延期 學生選手則支持和反對都有 但社區居民表示不只場館內防疫 人潮湧入社區需要有相應的防疫作為 希望中央能夠跟居民溝通討論 教育部則表示是否延期 將在本週四例行記者會說明 記者王介村 許正俊綜合報導